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我是KURL 歡迎大家 跟黑貓一起練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是關於留學生 之前有說過一則新聞 政府考慮在二月底前 開放給部分國費留學生入境 今天這則新聞是接著來的報導 那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 日本がお金を出している留学生87年 日本にくることができる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オミクロン株が 世界で広がっています 外国人は2月の終わりまで 新しく日本に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外国人の留学生も日本に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日本がお金を出している留学生87人について 政府は1月の下旬から日本にく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ます この留学生たちは 先生に会って授業を受けることが必要で 卒業までの時間が短いためだと政府は言っています 留学生たちは 日本に入ってからしばらく国が決めた施設にいることが必要です 政府は 急ぐことが必要で日本に大切なことなので 87人がくることを特別に決めたと言っています これからも 特別な理由があるか 一人一人調べて決めることにしています 本来は 預計は 先給100名国費留学生入境 一緒に詳細的内容 究竟是如何 日本がお金を出している留学生87人 日本にくることができる はい 第1個 87個在日本交金的留学生 可以来日本 ここで 国費留学生的意思 87人 できる 日本にくること 日本にくること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オミクロン株が世界で広がっています 新型冠状病毒 Oricon 毒株正在全球蔓延 広がっています 正在何? 正在何? 正在蔓延 この意見 外国人は2月の終わりまで 新しい日本にく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外国人到二月底 才能来日本 他這樣翻譯 不夠好 意思 外国人到二月底為止 新的簽証 都不可以日本 日本的意思,可以這樣翻譯就更好 因為它是できません 即是不能夠的意思 外國人的留學生 都不能夠來日本 都不能夠來日本 不能夠來 有錢出的留學生87人 政府可以從1月下旬到日本 來日本 這句就說 對於日本支付87個留學生 政府就從1月下旬開始 允許他們來日本 是有這個打算的意思 這位留學生們 是要求學生 學生們 需要授業 所以 卻要授業 時間 短短 政府 說 政府表示這些 國際留學生 需要跟他們授課的老師見面 即是要見面上實體課 他們很短的時間就會畢業 政府是這樣說的意思 都 這個 和 言 就是 政府 和 言 表示前面那句 就是政府說的意思 這些留學生來到日本後 需要在政府規定的設施中停留一段時間 可能其他日本國人進入時可以自家隔離 但這些留學生需要在規定的設施中逗留 政府表示已做出特殊的決定 給87人因為必須要抓緊時間 所以對日本很重要 這裏是這樣的翻譯 大家好像覺得有點奇怪 總之政府說 Isoku koto 當沒有資金很緊急 他們有這個必要 必要 然後對日本來說是很重要的 日本大切なこと 因為對日本很重要 所以就決定讓這87個人特別回來日本 這裏是這樣的意思 這裏是關於國費留學生可以提早入境日本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知道很多要打算去日本留學生 或者準備要去日本的人 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疫情的關係 計劃要亂 雖然之前很短暫開過關 但又關閉了 現在又開了一點點 雖然國費留學生 現在可能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 就不太關聯 但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即是它都開始慢慢少少少少少都被外國人進來 希望這個疫情就可以快點完結 最好在上半年的時候 大家的留學生 和一些需要移民日本的朋友 可以入境這個日本 然後下半年可以開放這個旅遊 我們今天要看的新話 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和分享出去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